这是一个尼泊尔的小美女啊 有没有大的 没有 朋友 大的有没有 大的 你有没有大的 没有 明天 明天我怕不来了 大的不太多啊 不太好找 他们都是手里边都是一些小的 有没有大的 什么样子 淡面 挂不挂件的 挂件 没有 只有戒指 都是绿的啊 只要粘绿的东西都特别贵啊 只要带绿的价格都不费 这小件挺漂亮 这件不错啊 不问家了啊 我们还是去外面继续找淡面 每当我听见 犹豫的乐章 勾起回忆的伤 每当我看见白色的月光 想起你的脸庞 明知不该去想 不能去想 便又想到你忘 这颗淡面也是不错的啊 准备做一个脖子上带点挂件也是非常的合适了 大小也是非常合适了 其他的都是很不错的 但是我们没法考虑了 价格这个都是特别特别高的 尤其是这一颗是非常的漂亮啊 这一颗是绝对绝对的完美 不过这个肯定要带几十个啊 我们都不用问 现在没有去找我们也不必去打扰人家这个价位是多少 看着每一颗都是 都是精品啊 每一颗都是特别特别的好 我们聊聊这一颗吧 这颗稍微相对来比的话 有了这一颗吧 我们能看得到啊 相对一笔价格 就是颜色啊 差了很多 但是这个价位可能是能激售啊 我们问一下 老李 你 1.8 啊 8 erzähl 这颗看的颜色很漂亮啊 除了就是缺少通透感 肿比较粗一些 可能你们通过视频看不太好 一手走的不单粗是吧 不单粗 颜色很漂亮 肿稍微粗了一点 算是落着 不太追求品质的话 这种的在这也是非常不错了 毕竟颜色是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正 我们也放下了 不单粗 老板是要求一手走的 或者说没办法 我们再继续转 这种的也是非常的漂亮 很透 像猫眼一样 但是不是绿的 也不是在我们考虑范围那样 我们找到这依然是绿色 但这种的相对来讲 已经是很透了 实际颜色要更好看 手机拍的会有一些色差 男士的大戒指 很带劲了 打灯看一下 打灯看得要更好一些 很饱满一颗 一颗大蛋面 很饱满 尤其是这一颗 尤其是这一颗 这一颗算是琴色了 冰晴 感觉像玻璃一样了 对吧 破了 这样颜色会好一点点 但是还是差了一点点色度 这个颜色看得还要好一些 我个人觉得这种 其实比绿色要好看得多 当然每个人自己的喜欢的东西 不一样 可能我看绿色看多了 这种也算是有点琴色 但不是纯琴色 现场看食物的话 真的像玻璃一样 像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玻璃球 那个感觉 完美了 放下我们再继续看看 这几颗的话颜色也还可以 都是太干了 属于豆种了 算是豆种了 糯种了搭不上 很干 也不在我们考虑范围内 看到这样的颜色是很真实了 你放在这里边 看得要好看得多 关谷珠宝成立于广东 拥有国家注册商标 从事翡翠行业十余年来 坚持从缅甸矿区 采购性价比最高的翡翠原石 聘请知名的翡翠雕刻大师 精雕细琢 支持私人定制服务 为大家提供可以传世收藏的艺术品 关谷珠宝客户遍布海内外 特别是在华人较集中的美国 加拿大 新加坡 港澳台等地区 有很高的声誉 每天都有很多新老客户 结缘关谷 以往都认为翡翠价格过高 那是您不了解翡翠 关注我的微信 78872456 学习更多翡翠知识 判断翡翠的价值 打破传统珠宝行业虚高暴利 买翡翠 买翡翠 找关谷 微信 78872456 关谷珠宝向您承诺 全厂保证翡翠A货 送国检证书 支持全国附检 可以淘宝交易 假一赔时 鉴赏期内不满意 可以无理由退换 同等翡翠所收价格低于实体店的三折 可以随便对比 微信 78872456